鄭文燦其實是一個蠻不給批評的人 好像是其實最新是盧志強下去他們留言 他那還留了這一些內容 他其實主要講的就是你幾大被打臉的 像是這個張善政在9月30號就已經開記者會講了1280的方案 又或者是之前講的中國棚你要去抹紅人家 結果你自己就被打臉 那他其實提到就是說鄭文燦你是不是對空吐痰王呢 你要小心吐出去的痰 就會回落到鄭運棚臉上 結果呢 抱歉沒有結果 因為如果你不是強哥的粉絲的話 你去鄭文燦的臉書下面要找這篇文 你可能找不到 因為他居然被鄭文燦的小編給隱藏起來了 那看到這樣的態勢發展 當然羅志強自己也回啊 我可不可以點一首玻璃心給太子燦 也難怪桃園在大多數的時候 好的壞的 好的當然出去很快 廣受報導 但壞的要不是真的壞到夠嚴重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媒體也不敢報導 這也坐實了 這個鄭文燦是不是如此的玻璃心呢 其實這個十審裡面有一段 就說得罪的方丈你還想走 這個小強現在可能要小心喔 這個可能接下來就會演到這個 那個唐伯虎點秋香 小強 你不能死啊 小強 所以我覺得現在桃園我們自己在看 當然剛剛兵哥講的 這個鄭文燦確實是就是所謂的勤快 這個勤快有兩種意思 一個是非常的勤快 跑得很勤 另外一個是過去古代的一個奸臣叫勤快 當然鄭文燦是前者 可是他這個所謂的勤快 他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他代表的是我們桃園在這個基層 對樁腳 對服務 服務的這個重視喔 就是說我們的桃園沒有那麼在乎燃或綠 他在乎的是一個政府要以服務為優先喔 那在這個服務為優先的一個前提裡面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難道服務的人不能被批評嗎 那我覺得現在台灣所有的地方首長都面臨一個迷思 就是我只要有錢 我只要有預算 我可以下業配 我可以買媒體 我可以把這個媒體高層搞定 沒有人可以說我的壞話 所以五星市長非常多 但是今年至少我們就破滅了好幾個五星市長 最簡單的就是林志堅嘛 林志堅他這個所謂的五星級的市長 我們大家去仔細檢驗他的這些施政的 這些所謂的績效或說他的政績 然後呢才發現原來有很多真的是不堪一擊 那為什麼地方的媒體地方的議員 都在平常我們之前講他五星級的時候 都不會有人出來質疑呢 可是在現在要選舉的為什麼都出來打了呢 所以民進黨他們會覺得 你們就是為了選舉來攻擊 後來我們才發現原來不是這樣 原來是因為這個真相 原本是被掩蓋住的 到了選舉才終於 比如說新竹棒球場這個故事 如果沒有去硬要搶在選前開幕開打 為了要讓林志堅讓沈慧紅去 這個所謂的造勢 會有這樣的讓一個球員受傷 而且甚至會這個犧牲掉他的職業球員的生涯嗎 這樣的一個施政的品質會讓人笑掉大牙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這個模式 不管是政文參選也好 不管林志堅也好 我們開始當大家開始這個用這個 比較更高的標準來要求 或者說用這個像比如村長這些議員 他們也願意接到很多的這個內部的爆料 才發現原來這個問題很多啊 一個地震天花板崩落 一個這個一場大雨 這個工地會浮起來46公分 然後各式各樣漏水的這個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會發生在桃園的公共建設 這不禁讓人懷疑說 到底五星級的是預算的波級 就是說把我把錢撥下去 我把錢撒下去 還是這些所謂的政績本身是五星級 就是說你擲暖 你這個資源分配是五星級 可是真正那一些我們民眾 要可長可久要去使用的這些公共建設 會不會根本不堪一擊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現在關心 整個桃園也好 或是說各個縣市 這種地方建設的一個重點 那桃園跟新竹又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特點 就是每一個公共工程都是 分成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然後呢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為什麼要分那麼多期 比如說像關埔國小 最近才吵著關埔國小 因為他如果 我如果一次把它全部蓋完 我可能要花兩年 那他施工開始到這個結束 就趕不上 趕不上林志堅的連任 就是他的第一個任期 沒有辦法有一個初步的成果 所以呢如果我分成第一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第三期 我第一期在我連任前 先完工 我可以先告訴大家我做好了 先那個招生讓 這個政績 對讓學生入學 讓一年級的學生先入學 然後呢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已經有政績了 我馬上做這個效率看得見 然後而且呢馬上接著緊接著 第二期開工 我又可以再開一次開工典禮 告訴他我又有新的建設了 這就叫做政績的勇動機 就會不斷的有我曝光 我剪彩我動工 這樣的一個新聞曝光 然後呢我的政績就會 就會越來越高 而五星級的這個聲望就越來越高 可是真正後來發現 你因為你這樣子分期 反而一個學校 如果你今天只花一次 一次把它全部搞定 一個學校為什麼要分什麼 一二三期啦 一個新設學校 就是一次把它動工嘛 對 一個動工 一次動工可能花兩年 兩年一次蓋好 那現在學生已經 你可以全部六個年級一起招生 現在可能這個學校已經是 好多個年級都可以同時上課了 可是現在沒有 現在變成高年級還沒有辦法招生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啊 所以什麼什麼 包括什麼校慶要去借人家的 這個學校的操場來使用啦 等等的 一些很奇怪的現象 那發生了 好 因為就是因為你蓋了第一期 你才能去使用第二三期 你就沒想到碰到疫情 原物料成本增加等等的 要追加更多更多的預算 然後呢最後你就說 因為疫情因為怎麼樣 可是你為什麼一開始 就要把它分成三期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把它做 一次把它做好呢 我就舉這個 這個內湖 我們這個中天附近 有一個學校叫 台美國小 台美國小是好龍斌任內 核定要簽校 然後呢這個簽校過去 總共花七億多 一年半的時間把它全部蓋好 然後呢就把它這個 整個學校就蓋過去 簽過去了 七億多一次搞定 現在這個學校運作得很好啊 那個外觀也是很漂亮啊 對 所以這個我說這個就是 政治人物的決策的問題 你一開始的決策就是為了作秀 就是為了要不斷的去開工 動工 動土 這樣的一個儀式性的這種 這種建設的話 就會導致現在的這個 公共工程的品質啊 或者說它的這個狀況 就會一直出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 我覺得這一次選舉 我們就是希望看到 能夠更深入的去檢驗這些政治人物 他施政的品質 而不會只是看他們包裝出來的樣子 是啊等一下如何包裝 這做表面是做什麼樣 一個新的進度 這桃園總圖也有一些 可以讓大家來談一談 等一下再來問陽明哥 但是顏教授 身為這個國際專家 我們剛剛有讓大家看一下 這幾天 光是這個禮拜最熱烈 被討論的那兩張比對照片嘛 鄭運鵬跟鄭文燦 那彷彿是金日成跟這個金正日的照片 其實他也有被問到 鄭運鵬自己說 看起來覺得蠻有趣的 朝園現在就是一個市政的交接旗 所以也希望可以像這樣子一樣 能夠順利的傳承跟交接 用這樣的比對 其實讓大家看了更顯的諷刺吧 我覺得你怎麼會找一個威權國家 這樣子 這個還是副指的這樣子一個傳承 這個朝代式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已經缺乏民主思想 我覺得一棒交一棒 常常你是希望說 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透過民主的程序 透過民主的程序 那而且對不起 這個鄭運鵬 你體重不夠 這個剛剛他們才講過 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 這個鄭文燦 絕對有這個架勢 你可能還要吃一點 你知道當時 這個金日成 金正恩 為了要看起來像他祖父 他都要吃的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 後來我也才知道 其實 身體體重重一點 其實還蠻有吸引力的 很多北韓的年輕女生很喜歡金日 金正恩 金正恩的 覺得說這是他們的偶像 甚至南韓也有一些女生也覺得不錯 所以可能鄭運鵬要再多加一點體重 但是我覺得你用威權的這種 來比喻一棒交一棒 而且這個國家的政治表現不是很好 如果說是威權表現得很好 譬如說康熙交給雍正 那也就算了 看起來不是 就是這個國家餓死人民 你覺得搞兩個銅像看起來有趣 人民也餓死了 這個好嗎 對不對 我覺得他可能 是不是民主思想不夠 怎麼會覺得說這樣子 比起來也還可以 這樣政治的sense也不太夠 對 那另外賓哥要問一下 一樣是在桃園相關的訊息 這個是許曉星最新爆料出來的 他說他質疑這洗錢案的主賢郭哲敏 大家最近不斷討論的 他居然在桃園砸了10億元 買巴德的一塊農地 那在買這塊地也就算了 比較特殊的點 第一個 他買地不跟銀行來借貸 他也不是透過巴德農會來借貸 他透過的是爐竹農會借貸 那我們也知道爐竹這個選區 就是鄭明鵬的選區 所以在這幾起事件上 如果沒有特別的內線消息 怎麼會突然跑去桃園 砸這10億元買這樣的一個農地呢 當然郭哲敏到底為什麼要買這個農地 這個我們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麼 但是因為郭哲敏現在因為洗錢案出了名 那他偏偏又跟這麼多的 這些各政黨都有 還不是只有一個政黨 各政黨都有 這些人都出入過他的會館 看起來好像都認識他 不是跟他吃過飯 就是跟他 反正每一個都說只是點頭之交 要不然只是有照過照片 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去過一下就走了 對每一個都是這樣 你會突然發覺郭哲敏這個人 好像是總招待 你知道嗎 就是每一個人來都跟他 點個頭握個手 然後拍個照 然後每一個人他都不認識 這個人的生活也蠻精彩 每天就是見了一大堆人 就是之交滿天下 相似五億人 大家都不認識 這也挺特別的一個人生 那他在那邊買地 那他這個動作很奇怪 因為正常我們一般買地 你在哪裡附近買地 通常都會像那個附近的地方 不管是農會也好 或者銀行也好 都會在那附近貸款 通常是這樣 那除非他有相熟的銀行 他一直就是平常 一直就不斷的有這些往來關係的 那他可能會找自己熟的銀行貸 可是郭哲敏的 看起來他的主要活動地點應該在台北 那為什麼不在台北帶呢 然後就跑去 然後結果他在買地的巴德 也不在巴德帶 就跑去鱸廚帶 這個當然就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那偏偏鄭文燦又去過他的會所 那他去到他的會所 鄭文燦就說沒有啊 只是卓榮泰前主席 突然之間想到我打個電話交我去 我就跑去了 那這個我也覺得蠻怪的就是 鄭文燦是每天在家裡的時候 他是負責做外送的 所以每天等人家電話 好 那個小卓馬上到 然後立刻就從桃園上飛奔過去 然後飛奔過去 還再來一點 應該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才要過去啊 結果他從桃園衝到台北市 然後點個頭打個招呼就走了 所以他到底是幹什麼 所以鄭文燦其實 你的真實身份是閃電俠 你直接就衝過去 嗨哈囉我來了然後你走了 請問一下你到底在幹嘛 有重要道需要跑這一趟打個招呼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桃園市長薪水太少 所以要負責做外送補貼家用 是這樣嗎 不然我搞不懂啊 你大老遠跑去 真的只是點個頭嗎 你到底在那個會所裡頭 談什麼事情 你們見了什麼人 除了立委之外 哪一些立委 然後哪幾個企業家 是不是要跟我們交代一下 你們到底在談什麼 這個很奇怪啊 兵哥其實你看連連看 最後發現怎麼每一個人 都可以連上郭哲明 是所以這個人交由 真的非常廣闊 那他到底為什麼 大老遠去買這個地 到底要幹什麼 在我看來其實 因為他跟洗錢集團有關 那這些洗錢集團 剛好跟這些魯人的集團有關 那是不是要買那個地 負責要把人放在那個地方嗎 還是要幹嘛 我不曉得啊 到底是為了什麼 還是有其他的利益 我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覺得要去查清楚 因為郭哲明這個人 是個不簡單的人物 跟他接近他顯然有很多 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會發生在他周邊 那檢調是不是應該 趕快去查一下 因為也有名義代表爆料了 你是不是應該去查一下 到底哪一些政治人物 跟郭哲明有關 然後郭哲明買這塊地 到底要幹什麼 中間有沒有不當的利益牽扯 那他買這個地 你要知道買地 也沒有這麼簡單的 他中間是誰在負責牽線 誰核准的 我覺得這個都要去一探究竟 不然的話 真的我覺得這個水實在太深了 而且這很可能牽涉到人命官司 因為他跟這些 辱人集團恐怕都有關係 因為這些辱人集團看起來 就是他的某一個組織的一個 那個連鎖的一部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不查清楚的話 這個疑問恐怕會越來越大 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請我們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那7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